老師 還有今天在所有到摩亞幫中的這麼多的好朋友 我們的老師的好朋友大家好 好 下一次大家好 好 對我們那要衝翻天 抱歉因為座位的關係 我就不是站到外面去 讓我在這邊跟大家問好 那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沒有想到那一個出發性很單純的一身讚美 換得這麼大的福報 真的很感動 因為自從跟老師認識到現在 每天就是覺得很像Cinderella一樣 就像什麼 會不會你要變成 對 就是仙女喔 那是雞女鞋 本來把那個剛剛主題那雙鞋子的什麼 又因改成一雙鞋子的福報好不好 好 因為我怎麼說呢 其實那一天喔 呃 就急急忙忙然後要去參加高雄的一個會 要討論我要當活動的主持的事情 那老師呢 呃跟著我們的 秀華姐跟老師一起 好像是錯過了一班對不對 錯過一班然後他們雖然是感覺是急急忙忙 可是從我幫 從我旁邊走過呢 我就感覺有一陣瘋 你們知道嗎 那個有一陣瘋 從你旁邊走 滾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 就感覺欸 很很很很 一個很不一樣的能量場 從我旁邊走過去 那我是一個基督徒 我感謝神給我一個比較靈敏的一個靈魂喔 我就有一個突然說 欸好前面這個人好特別 他很急急忙忙的腳步喔 可是呢 他很優雅的在健步的快走 拖著行李箱 健步的優雅的 就從我旁邊這樣走過去 然後就有一個聲音在我的耳邊響起 欸跟 跟隨他 Follow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聖免的聲音 跟著他走 跟著他走 然後我就很自然就走走走 他早就跟著帥哥走 那天出來就跟著漂亮女生走 哈哈哈哈 就這樣走下去 然後很巧的 就在我的前面 那我就在欣賞 欸奇怪 為什麼他摔挂出一種很特別的那種能量場吸引我 然後 因為我人是放空 人在放空的時候才聽不到神的聲音 要不然通常都聽到自己的聲音 然後就看到 哇 好美的腳 這肌肉線條好美喔 好優雅 那他的行李箱又好優雅 那種感覺真的好優雅 我說 為什麼他穿高跟鞋走這麼快 然後去 等一站定的時候那種感覺 哇 好優雅 我就從內心 就忍不住的想要讚美他 前面這個人 那因為我從小18歲到 31歲我都在日本長大 那所以其實我蠻open的 不到台灣版和我哥哥不入 跟台灣的文化哥哥不入 因為我蠻熱情 那通常像我這樣搭訕的人家 不是白我一言 就是當作沒有聽見 真的 可是前面這位女士很優雅 讓我很感動的 我說那雙腳好美喔 好羨慕他腳上的鞋 可是 就真的我講的是真心話 我那個念頭就 好羨慕他腳上的鞋 他說他一定很棒 然後我就又有一個聲音 告訴我說 讚美他 我就告訴他說 你的鞋好漂亮 就這樣子 你的鞋好漂亮 問題是讓我更感動的是 後面這個非常優雅的女士 騎了我望的女士 她轉過來 很優雅很樂趣的轉過來 看了我一臉說 哇 妳好可愛喔 她說我好漂亮 我突然覺得 哇 好 融化掉了 你知道嗎 那整個 你們經過那個電梯裡面 一進去大家都不講話 即使在手 父母跟夫妻也不講話 有沒有 我通常回那家為什麼 剛剛不是很樂趣 為什麼一進到空間都不講話 可是這個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通常是自限的 我覺得是自限的 那 我們很沖沖的就這樣子 見過了老師 然後 很奇怪 嗯 我們 老師邀我說 那我才一定來吃飯啊 那秀華姐就說 老師從美國回來的 他請 他叫他王老師 我就很 很白目的 很少的很可愛 老師 您是美食專家嗎 然後他就很免貼的這樣笑 就像這樣說 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高興 我就回去跟我先生講說 有一個美食專家 他請我明天到餐廳吃飯耶 然後進去的時候 就牆上就看了老師的圖畫 欸 這個美食專家 應該是蠻有勇氣 不然怎麼會有人 畫像 畫像 要不然就像我一樣的吃戀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 很多人喜歡他 對不對 這種畫像是不一樣的喔 那結果他兒子叫他 他就說 欸寶貝 那個哥哥還叫什麼 他 叫他的名字嘛 叫Daniel 他說 Daniel 把我的書拿一本來送給淑穎姐 然後 他就說 王老師 我請問為什麼 兒子叫老師要叫王 叫媽媽叫王老師 我還撒通通的 為什麼要叫王老師呢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 叫我皇冠大使 天啊 他是安利的皇冠大使 我到底哥誰打來招呼啊 我真的有點傻喔 真的 來跟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你知道嗎 我覺得說 我很感謝我自己 聽從我自己 就是很單純 很pure的聲音喔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人生的機會 我一生 我參加很多社團 不管是紅十字會 公會禮事 獅子會 我很深 我是第二代的獅子人 我是幼獅上來的 當過會長 當過獎師 當過主席 當過分級主席 當過全國的獎師 哇 自己來創位 來幫我先生創位 然後選舉 還站在戰車上面 喊話的人 我告訴你們 我到去年 我突然發現人生 很沒意思 因為在那麼繁華的世界裡面 我沒有發現 我自己的存在價值 我開始去探索 我為什麼要存在 然後我到底 我學了那麼多東西 我可以被什麼樣的博人看見 你知道嗎 我覺得人一生 最可貴的就是 你很 很願意的 順服自己的 跟神的聲音 然後呢 很 很平衡的去接受 一個生命中的 新的機會 那我沒有想到 我真的是沒有想到 我這一生讚美 快人這麼賞 是我的王老師 我要謝謝王老師 他真的很詠惠耶 這樣子一誇兩個人 那真的很棒 那我覺得 我今天能夠 對大家知道 我今天很開心 因為大家都認得我 我很抱歉 我不認得大家 可是我會慢慢 記得大家可愛的臉 然後 但是我要感謝的是 因為 因為有王老師 我才會被看見 我覺得跟誰學習 你的生命才會不一樣 那我們安逸有很棒的 空氣清潔機 可是我們有活的 空氣清潔機 活的養分 心靈的空氣清潔機 我覺得老師是很棒 那 我覺得 讓我來形容 我生命中 遇到這麼棒的貴人 我今天在車上 我就不足夠誇獎 老師啊 你們這個是21世紀 真的很棒的導師 很好的領袖 好的領袖成功的領袖 要具備十例 我要寫一篇文章 我說老師你三例就夠了 他說哪三例 能力 魅力 影響力 我覺得他具備這三例 他是很棒的領導人 一個領袖 也是我心靈的導師 我很感謝神 讓我遇見他 我相信今天 這個挪雅幫助的每一位 應該也有感受到老師 這麼 呃 低調 奢華 又內涵的氣質 對不對 好 每位給老師 給一個掌聲 謝謝你們 謝謝 哇 淑敏講完了 我還要講什麼 那就老師講 各位你們覺得 他喜歡老師有沒有形容的太貼切了 真的低調 奢華 有內涵 有內涵 齁 我覺得太棒了 難怪 難怪老師會喜歡淑敏 難怪淑敏 值得放到 環宇大獎 我們給淑敏一個熱烈的掌聲 我們給淑敏一個熱烈的掌聲 我想 他對方很有福報 我想 我們有沒有更有福氣 好 在這麼幸福的時刻 我們可以擁有王老師 那想 接下來是不是最重要的時間 給老師 好不好 我們要給王老師 一個最親愛的掌聲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喔 我知道今天好多朋友 還沒有吃到飯 對不對 那剛剛有幾個美女站在前面 就袖色可餐 好不好 你只好這麼認定的 可以嗎 好不好 餓不餓 餓喔 袖色可餐 各位 今天中午這個聚會 很特別 很多人都會覺得 你中餐幹嘛 每次都會找一百多個人一起吃 對 我到世界各地 我都會找人跟我吃中飯 所以今天這個場面 不算最多的 我剛去長沙回來 一百八十個人跟我吃飯 然後呢 曾經高達四百人跟我吃中飯 好玩嗎 好玩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來 中午這一段 兩個小時的時間 有多重要 全世界所有成功的人 都是這兩個時間 堂誠大聲 所以不管是巴菲燈 不管別人該吃 都一樣 所以怎麼去應用中午的時間 重要吧 所以我覺得中午約人吃飯 比晚上約人吃飯更重要 因為晚上吃人會發胖 對不對 那不如中午吃剛剛好 而且呢 也因為中午的時間 你不會吃太多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把自己身材也照顧好 是不是 但我想今天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經濟共享平台 因為我發現呢 我們台灣出現了三個問題 一個是呢 有好東西呢 賣不掉 是不是 是 第二個呢 有好人才呢 可是都是有才華的窮人 是不是 對 第三個是 台灣 鎖國政治 讓很多年輕人 學會了小確信 將就就好 對 這是我很不願意看到的三件事情 因為總變的五大洲全世界 我們每一年在世界分離至少跑十幾個國家 所以呢 我很不喜歡看到台灣這三件事情 所以我就希望呢 我能夠整合這些資源 很多好東西呢 那個老闆都不會講 也不會賣 像一個培養米那麼好 哎呦 公哥不對不起 要不要是不是 就是說 明明有很好的東西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它的真正的最大的利用率 最大的價值在哪裡 所以因為我們學過營養學 我學了三十幾年的營養學 好不好的東西 其實我們體驗過很深刻 所以你現在手上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是不會賣的 因為我們有良心生意 是不是 所以那好東西我會很想要幫他賣 那有好的人要出來 要不要幫他 要 像我們理事長 台學會理事長 很想要來選舉理事長 想為這社會做公益 誰知道他 對不對 我們現在知道 不知道嗎 對 所以我很多人 他不懂的這行銷學 真正的行銷 你要先把自己行銷出去 對 你自己行銷不出去 你手上再好的產品 你再好的優勢都沒有用 所以台灣現在欠缺的人 自己能整合 然後呢 台灣現在有很多訓練課 真的很棒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花一年 花了兩三萬去參加B&I 很高興 有個平台 每天可以見到四十幾個人 對不對 那有人參加很多的訓練一次 上週的訓練一次三萬八個 大家都為了能夠把自己突破 然後呢 去認識更多的平台 那各位你加入安利只有一千塊 你可以認識我十二個國家的全球的人 這平台大大 大 所以你不要管安利不安利嘛 加入一千塊錢 你跟全世界一百萬人共享經濟 好不好 所以很多人沒想通 對 那安利還不是只有我這一百多萬人 全世界幾十個國家的人 你到哪裡 你就拿那張安利加入申請書那個卡 你到全世界又找得到家 你到每個國家 如果你迷路了 打到安利公司就好 各位知道嗎 一定有人救你 所以我到世界各地 我只要到機場有安利 兩個只出現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好心安喔 我就覺得凡事都沒問題 一百多個國家 各位 所以加入這一千塊錢 不是小事 你們今天看到的 這只是一小部分的人 透過安利這個平台 可以讓你拓展很多世面 也許你只是來當一個消費者 OK 你也一樣有這個平台啊 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你願意一年做了三百六十億 那我教你啊 各位懂嗎 你在這邊可以選擇 所以我今天晚上呢 我這一堂課程就特別重要 今天特地播來台南 因為今天晚上有三件主題很重要 因為呢 每一年我都捐一些錢 給安利公司的希望工廠 今天也捐了兩百萬 然後呢他說呢 沒有跟我表揚不好意思 我說好吧好吧 今天晚上呢 就讓他從安利公司來人 然後呢弄了一張大支票 假裝的大支票 有沒有 是真錢 假裝的大支票 今天要有一張捐贈儀式 你懂嗎 所以今天晚上呢 在那邊 你們會看到一個很簡單的儀式 然後呢第二個是呢 我今天有個主題是 我為什麼要變強 我去大陸已經去了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我看著大陸的進步 看著大陸年輕人的那種憧憬 看到他們呢 對自己創業的那種熱忱 我回來台灣齁 看到大家都兩萬五三萬五 那些薪水的時候 哇我心裡面很痛 我們沒有地方輸人家呀 可是人家現在一開始的高度 就已經跟我們不一樣了 就好像我們每次到哪裡去 從這邊到台中 好遠喔 結果我問他說 你哪來的啊 他說老師我從廣州來 廣州到長沙多遠啊 老師很近的 有人從新疆來 做了五個多小時的火車 我說你哪來 新疆 很近的老師 就五個多小時 高鐵喔 高鐵喔 各位林鄉 差距在哪裡 應該一開始的高度 就已經把自己的地點在錄裏 所以現在很多台灣人 想去中國大陸做生理 你憑什麼去你告訴我 我告訴你 你現在每被吃掉都不錯 你沒有讓自己變強 你根本沒機會 所以我今天晚上想跟各位講 你為什麼讓自己變強 你看到未來的世界 2020年的時候呢 全世界就會有 100億個機器人 活在這世界上 100億個機器人 會超越人類 對不對 那時候你的競爭力是什麼 所以呢 當現在有整套的計畫 2018年到2028年 他們已經給自己呢 整個做了10年的建設計畫 甚至未來20年建設計畫 全部都出來 我今天晚上讓你看好不好 好 看看人家在做什麼 各位有沒有聽過那個 廣經 廣經鐵路 北京到廣州 京廣鐵路 遠不遠 過去我們要坐火車的話 快快快快快 好久 坐飛機都得要坐好幾個小時 對不對 對 各位你看現在 金光鐵路 這個月開通了 人家建立一條高鐵 都不用一年 各位 整個台 整個中國大陸現在是環島 你到哪兒都很方便 所以我現在幾乎不太愛搭 搭飛機了 到大陸不管你到哪裡 搭飛機高鐵 我想高鐵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都到了 現在方便的不得了 可是大陸有多大的想像 是不是 我們今天呢 從高雄到台北 好遠喔 高鐵多久 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好遠喔 各位這個整個的高度已經不同了 你不懂嗎 我們對很多事物的高度跟格局不一樣 所以因為我希望各位 我們讓自己變強一點 我們真的要讓自己變強 這社會現在沒有變強也不行了 因為這是一個速度的時代 各位懂嗎 一切都在追求速度 啪啪啪啪啪啪啪 嗯 iPhone X 是不是才出來一個多月對不對 已經明知到不行了 所以呢 大家呢 你知道嗎 最近iPhone 7有沒有 我們手上是不是很多 iPhone 7 iPhone 7 iPhone 7突然 訂單增加到兩千 兩千萬台 大家回頭買iPhone 7 各位 這叫速度 才一個多月的生意 各位就知道那個刷臉喔 刷臉的那支iPhone X 沒有這麼受歡迎 馬上又還了 所以呢 現在又在研發下一步 哇 各位現在這個淘汰率太可怕了 啊 我們現在很多人現在iPhone 6 iPhone 7喔 你都不知道已經世界發生的變化到哪裡 所以呢 今天晚上我希望各位呢 花一點時間來聽聽看 我如何讓自己變強 我到底要強在哪裡 對不對 那個不是就在家裡打老婆叫強 各位知道嗎 各位那個強的產度是不一樣的 那學歷現在很高有用嗎 也不是唯一的東西對不對 學歷很高的人我們要佩服他 但是他這是一個工具 各位不要忘記了 我們第一次就業的時候要用這個工具 你第二次就業的時候 學歷就沒有用了 各位聽懂嗎 對 所以他是一個工具 所以很多人一直讀書 一直讀書 讀了三張四張五張文品 又怎樣 我們當時會上競爭力還是補入 所以呢 所以呢我們很多人都這樣子換啊 換啊換啊換啊 換啊最後就是回老家 是不是重點 我不是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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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覺得 我們真的可以 大家真的好好聊聊 老師現在叫做依食無憂 我也用我那麼大的一個行銷通路 我有很大的通路 所以我希望呢 我們能夠借個這個平台 讓大家構想好不好 所以你看剛剛有喝豆漿 有喝咖啡 有喝 沒關系 我們前面還有一個律師事務所的老闆 各位我們今天來的各行各業 你們今天第一個可以免會喝到最好的喝 好不好 有豆漿有咖啡 有豆子有配阿米 各位都有 各位還有什麼東西都拿出來吧 好不好 反正我們能賣就給你賣 好不好 但是呢 重要的是我希望各位呢 為自己未來呢 先做一些準備 尤其是為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有太多東西要去做準備 各位有嗎 因為呢這種變化是很難的 我今天早上再用一個東西叫 Apple的支付寶 支付對不對 台灣的是不是 我弄的老半天還沒弄好 Apple Pay Apple Pay 對 各位這個東西在大陸簡直 已經是 已經是基本的東西了 我今天弄個Apple Pay 又要我這個密碼 又要我這個什麼號碼 又弄的老半天我到現在還沒弄好 我在大陸支付寶 微信支付什麼 那減這一方便到什麼 我根本不用拿現金 我現在就一個支付寶 就把我弄一個早上 我都不知道 這個台灣人在很多的現況 其實我們是要擔憂的 各位懂嗎 所以呢 我們沒有前進的時候 你看世界各國都在前進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事情 需要我們開始去認知的更多 那尤其是我們在台南的兄弟姐妹們 台南畢竟還是偏強比區 各位 真的 而且這個跟這個離世界的接軌更遠 各位 所以我們真的不能夠閉門招居 那我今天各行各業呢 我們從每一個人的行業裡面 我們可以去慢慢的去了解 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的行業存在 每個人都在突破 在找機會 在找路 找一個平台 對不對 可是你有好才明白得掉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有網拍的 有那個網路銷售的 他賣內衣 各位可以跟他買 各位 各位就每一種行業都有 每個人都在尋求突破 都在找一個通路 那為什麼你不用這個通路來共享 對不對 這裡的行業這麼多 所以到處燈籠還真的是找不到家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讓你有個經濟共享的平台 各位 而且這裡你要什麼有什麼 你要什麼行業我們都有 要律師有律師 要跆拳道有跆拳道 要會計師有會計師有沒有 我們連葬儀社都有 各位知道嗎 什麼行業都有 對 然後呢 等一下 這邊呢 剛剛那邊有個民宿 對 各位雲鼎民宿 在玉井 對 你們也去那邊 聽說那邊可以看一盤看日出 對 各位 等候人男男民宿老闆站起來 一張八棒 母女兩人 對 在日出現 對 他說那個地方增值的去 好 那我們這裡呢 還有幾位都是醫生營養師 所以呢 這個 早上出來的時候 我們叔母也說 頭痛啊 頭痛啊 頭痛喔 要吃藥喔 我說不用 我給你四顆鈣片就好了 對不對 有時候呢很簡單的東西 其實就可以解決一個人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難得來了一個 台大護理部的主任 他先生就是李醫師 那個 這個 John Hopkins 的醫學博士 然後我們都是在醫療界裡面 很多年很多年 他最近呢 我們最近這個台灣呢 很風習一個叫健管 45天 對 就用45天呢 把你所有身上的疑難雜症 通通給你改善 高血壓高血脂 三酸甘油脂 血糖等等 所有的東西 包括憂鬱症睡不著燈